。 這個方案怎麼做的?這麼明顯的數據路循看不出來嗎? 經理,我... 我不要聽你解釋,我看結果的 你要站在這裏幹什麼?出去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常会迷失自己 是你啊 刚才快递跟我说按你家门离门开 让我帮你拿上来 谢谢 我煮着咖啡 请随意 环境不错嘛 就是个屋而已 平时看见你一个人进进出出的 那你还担着 只有的人啊 都排到成长江边上喽 到我的桥上 他们啊 都不是我的菜 哎 麻烦你把储备的咖啡豆递给我一下 这个吗 对 黑色的 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你难道自己把家布置得这么好 其实住的地方 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 爱好 品味 和生活态度 我不想一边为了生活 一边失去生活 你以后找男朋友 一定要先去他家看看 哦 我这不是来了吗 你这么会享受生活 就没有哪一个小姐姐 看上你吗 说实话 我有点怕了 因为小时候爸妈经常吵架 后来他们离婚了 可能那个时候 有云影吧 哎呀 两个人在一起不总是吵架的 只不过呢 是没遇上合适罢了 你说的很对 两个人契合是最重要的 好 你看 我现在周围 跟我很契合 好 你的咖啡要加糖吗 清咖 其实你穿职业装挺好干的 应该离岛不吵难头是吧 你们老板应该对你也不错 对 我领导很欣赏我 我经手的项目非常顺利 同时间相处更没话说 我全力以赴 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全力以赴 做好自己的事情 其实也没那么糟 换个角度试试 那晚我们聊了许多 不知何时 情绪就像开闸的水 倾泻而出 宣泄的畅快 每个人心中 都有这样一个地方 它一定是温暖的 特别的 独一无二的 它有许多柜子 里面都盛满了生活的记忆 你随手扔在沙发一边的毯子 用了意放在椅子上的 为读完的书 当然 还有情侣间 弥漫的那种氛围 这些印记 都是它的 温暖的符号 它给疲惫的你 一些安慰 卸掉工作中的一些烦恼 重新整理思绪 再出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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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